大家最近有没有想买车或者换车的 就是那种虽然我没有存到什么钱 但我就是想买车 有没有我劝你别买 好消息为了促进消费 国家将会阶段性的减增部分 乘用车购助税600个亿 目前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发放汽车的一个消费券 具体的可能会涉及到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新能源免购助税政策 可能会得到一个延长 另外一点的话就是燃油车购助税政策减免 可以参考一下16年的一个政策 那个时候1.6升排量以下的一个乘用车 它的一个购助税是减半的 后来到17年才从50%升到7.5% 再到后来的10% 说实话几千块肯定是有的 然后就是6月份的时候 汽车下枪的一个胜测也有可能会出台 鼓励的车型大概率是15万元以内的新能源车 包括燃油车的一个车型 每辆车的一个补贴的一个范围 大概是3000到5000 不能一杯等等的永不欺亏 为啥补贴的都是15万左右的车 这月份的时候车市很惨大家都知道 但是30万以上级别的豪华汽车的一个市场 同比跌幅不到4% 30万以上的高装SUV更是不减反增 而真的重在去就是10到25万的一个主力汽车市场 同比下滑了20%左右 这就很有意思了 我之前还在说收益性影响 大家都没钱买车了 但是这么看来 小丑就是我自己